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学说 故艳有之曰 人莫知其子之恶 莫知其苗之朔 此为身不修 不可以其其家 意思是说 所以有句艳语这么说 溺爱自己子女的人认识不到他孩子的缺点错误 贪得无厌的人 不会满足他那长世十分茁壮的和苗 这就是不修养好自身的品德 就不能够治理好家族的道理 大司马王僧辩的母亲魏夫人性格一向耿直刚正 王僧辩是位拥兵三千的将军 年龄也以四十有余 但魏夫人对他只要有一点不满意 也还是要鞭打惩罚 也正因此 他后来才能创建那么大的工业 梁元帝的时候 有一位学士 聪明而有才华 深受父亲宠爱 但没有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 只要他有一句话讲得很精彩 他父亲便到处宣扬 甚至中年称赞不已 但如果做了一件错事 他父亲便竭力加以掩盖 只是希望他自己以后改正 后来到他结了婚 做了官 这位学士暴躁娇慢的性格 更加日甚一日 结果竟然因为言语不够慎重 冒犯了上司 被抽出肠子杀得记骨 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兰 在与妻子谈论时 也谈到怎样教育子女 他提醒妻子 教子莫失之教义 切不可无原则的溺爱 要以其道而爱之 叮嘱妻子 要用四戒四仪的原则 去教会三个儿子 指出 后辈之成功立业 尽在其中言 父母同父教育子女的责任 今我纪律精华 一方之教 责在耳宫 而妇女心性 偏爱这多 殊不知爱之不以其道 反足以害之言 其道为何 约言之有四戒四仪 一戒厌起 二戒懒惰 三戒奢华 四戒骄傲 既守四戒 又须归以四仪 一仪勤毒 二仪敬师 三仪爱众 四仪慎 以上八则为教子之金科玉律 二仪明诸肺腑 十时已知教会三次 虽仅十六字 浑阔无穷 二仪细细会 后辈之成功立业 尽在其中言 大学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大学 而是一篇论述儒家 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 相传为曾子所作 与论语 孟子 中庸 并称为四书 大学中提出 做人要心思端正 要有自强不息的人生观 强调了学习者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 还强调了对社会的关心和参与精神 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与促进社会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大学主张积极入室 关心人民疾苦 努力改善民生 维护社会安定和统一 对社会的繁荣稳定 发挥了重要作用 欢迎继续收听 大学解读 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之所以能够成名 往往得以于与与严格而健康的家教 孟子 孟子明科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家代表人物 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先世是鲜事是鲁国公族 他将孔子的人发展成为人政宣传人者无敌的思想被后人称为亚圣 少年时期的孟子 搬到街市附近去住 但是 没想到 繁华的街市和来往这里的商人也很分散孟子的注意力 出于好奇 孟子甚至常跟随商人学着在街上叫卖 把读书学习的事情完全抛在脑后 不久 孟母得知了这一情况 并从中得到启示 原来 小孩子都有一个特性 接近什么就学什么 他觉得此地也不是教育儿子的好环境 于是又产生了再次搬家的想法 过了一段时间 孟母把家搬到了一所学堂的旁边 此后 孟子果然体会出母亲搬家的良苦用心 开始进学堂用心读书 孟母不仅懂得客观环境 对培养学习兴趣和钻研精神的重要 也懂得只有经过千锤百炼 不断努力和反复教育 才能造就刻苦好学 坚持不懈的精神 因此 孟母除了注意选择良好的客观环境 进行必要的督促外 还注意启发孟子主观上的自觉性 使她明白要努力学习的道理 孟子上了学堂 虽然比从前用功 但仍然经常贪玩耗耍 并不十分努力专心对待学业 孟母很担忧 一天 孟母正在堂前支付 又见孟子早早地就从学堂跑回家 就马上放下手中的活 问孟子是何原因 孟子的起因是不愿读书 背着老师逃学的 但看见母亲严肃的样子 就撒谎说 我是和平时一样放学回来的呀 孟母听了很痛心 她沉思片刻 拿起剪刀 把织布机上的纱线 统统一剪两段 并且不再说什么 只坐在一边流泪 孟子健壮 心里非常紧张 害怕 小心地走上前 问母亲 是什么事情 使她这样难过 这时 孟母语重心长地对她说 要你好好学习 增长知识 使你成才 像你现在这样 经常中途废学 不求上进 这不就等于用剪刀剪断纱线 使我织不成不一样吗 孟子听了母亲的教诲 感动得痛哭流泣 暗下决心 要努力学习 从此 孟子懂得了 学习必须持之以恒的道理 并且经过她 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在学业上 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被称为亚生 大学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大学 而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 相传为曾子所作 与论语 孟子 中庸 并称为四书 大学中提出 做人要心思端正 要有自强不息的人生观 强调了学习者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 还强调了对社会的关心和参与精神 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与促进社会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大学主张积极入室 关心人民疾苦 努力改善民生 维护社会安定和统一 对社会的繁荣稳定 发挥了重要作用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大学解读 明天继续收听